大家好 我是阿贵 现在我们在拉萨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前往洋湖了 但是我们今天准备走一点不一样的路线 来看一下地图 我们这次准备这样子走 像一般人去洋湖 都是去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要给一个门票钱 他就在这个半路上就拦着了 要收费了 其实我觉得他收费一点都不合理 你想嘛 你如果你不去洋湖 你去这些地方 他一样要给你给这个钱 就走那过嘛 对 而且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关键台 就这个走在加拿点的 看见的洋湖就是这个边边上而已 我们这次呢 准备到这个地方去 到这个点 日拖市 我们准备看一下这个洋湖的后半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离开拉萨了 估计下一次来应该都是一年以后了吧 至少是一年以后了 今天不会来了 不会来了 可以 这是在拉萨待了好几天 今天天气还是不怎么样 但我估计往洋湖里边走 应该天气会变好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其实我们去那个阳湖观景台也要走这边的 如果走渠水区那边的话有限高的 那边限高两米 因为车顶上只要加个东西就过不去了 现在我们停到这边上来吃个午饭 这昨天打包的 羊排 这个是牦牛肉 把它给炒热就可以了 对 还有这个葡萄萌萌 够不够呀 不够的话再煮一袋螺蛳粉应该够了吧 可以 差不多 这边天气还是蛮不错的 我就说往这边走肯定天气要变好一点 这两个已经肉好了 还是煮一袋螺蛳粉吧 不够 这个等它把计时给定好 我们就先吃那个 要多煮一点时间 煮个十多分钟吧 盖住了 走我们进去吃这个 可以先吃着 现在我们吃好饭了 继续出发 等一下前面就要分岔了 我们是往日拖式的那边走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往阳湖观景台那边 就两条路了 其实那边也是能看到 今天还是更漂亮我觉得 像我网上看过别人的视频 因为我看到这边远处有一个那个 也是一个寺庙 长得非常像那个葡萄拉宫 是哈 但我们好像不在那边去 我们要分岔了 前面就要分岔了 这边是我们第一次走 那边就属于山南地区了 你看这是写的 X306线 前往阳湖方向 对 说到这边路况比较差哈 前方700米直行 我们现在就喜欢走一点这种 不常规的路线哈 去看一看吧 如果实在不行的就返回就行了 我们现在走了 基本上算是这种乡间小道哈 嗯就是 感觉是从别人的村庄里面穿过去的 啊现在两边都是田 嗯路也比较窄哈 汇车的时候稍微有点困难 刚才那个分岔那里 他提示我们就要往前面走 嗯 其实就是走前面就要收费而已 就两边去看的地方路程是差不多的 可能我们去看一下这边看的怎么样嘛 对 这前面又有一个分岔口 上面写的路牌 这边就是往阳卓用车走的 那边是多丁村 哈哈 这边开车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好多弯啊 而且有些车子开得非常的快 我看前面好像要翻牙口了哈 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对面这座山 后面应该就是洋湖了 是吧 应该是 看地图是样式的 活着的勇敢 没有生的光环 你我生而平凡 在心碎众人情遗憾 生命满床也短暂 挑逗行 现在我们已经上到崖口了 开始下山了 这个火车上不仙子 他真的不好做吃了 所以人都太宰了 再往下就能看见洋湖了 还要往前面走去 我们刚走两步我就看到洋湖了耶 看 虽然天气这么差 这个湖都还是蓝色的 天气好的时候特别漂亮 嗯 我感觉雨季的话 应该中午天气会好一些 看愿意气吧 看愿意气 走吧 下山了哦 也许还能再相见 无论在人群在天边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 人泪水铺满了双眼 随无眼泪满边 不要深的狂欢 只要你的平凡 现在停在这边上休息一下 咦 泡泡泡 这边有好多这种很小的土拨树呀 我下去看看 我想下车来找小老鼠玩一下的 但是他们都回洞里面去了 看一下这个上面全是这种小洞 全是他们的通道 这些洞 这里的两只非常小 好可爱哦 我要慢慢的过去接近一下他们 看这里有一只好可爱呀 我都不敢声音大了 怕把他们给吓跑了 这边有好多那种小老鼠呀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土拨树 特别小 你看 走这条路真的特别棒哈 嗯 然后他们也特别怕人 对我刚车子一过他们就跑了 这后面就是洋湖 刚才航拍下真的特别漂亮 但是呢 今天天气没有特别好哈 如果是南天摆运的天气 应该非常的棒 行吧 我们继续出发吧 这条路真的特别棒哈 而且不收费哈 没有不要门票钱呢 这就是洋湖了 走吧 继续走 是的 我看你也相信